其实对根本来讲人口老龄化 我们还是要鼓励生育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我现在再提出来 就是我们加强基层卫生医疗的一个体系的建设 将来老年人你都需要家庭医生 你老是就是自己走也走不动了 我还是要去到医院去看病 谁来帮你呢 所以我们这个医疗卫生体系 绝不是为了今年的新冠而准备 而是为了我们整个的老龄化社会 我们所有的中国现在这么多人口 我们在医疗效率的重新布局方面 让我们的医疗体系更加有韧性 这是通盘的一个考虑 所以你投入可能会比较多 有时候在短期内呢 也是感觉到好像没有盈利 好像觉得好像效率也不高 有些受病人也不多 感觉到自己像浪费了一样 但是对于一个有韧性的医疗体系来讲 你必须有一定的投入 现在我们国家卫健委 最近提出来一系列的政策 在加强基层卫生医疗体系的一个做法 我是在这里是非常觉得 非常好的一个决策 这个决策不是为了这次新冠 而是为了长远的我们的医疗的一个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